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节目之前 大家广告啊 十一放假期间10月4号和5号 我分别带队去天津 那4号呢 咱们去天津文庙和汪海楼教堂 在文庙呢 再讲讲古代建筑 讲讲孔子 讲科举 是吧 古代怎么祭祀孔子啊 然后孔子怎么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后来历次改革 都得把孔子先拿出来当那个挡箭牌 国体有什么变动都得说 这是孔子 以前就这么说的 孔子说的对啊 怎么把他追捧成这样的 然后呢 在望海楼教堂 讲讲欧洲的宗教 天主教 东正教 新教怎么来的 还有1870年那场著名的天津教案 原来的这个曾文正公 曾国藩 因为这个晚节不保 加速了他的去世 然后李鸿章呢 44岁 就成为了直立总督 这是清朝最年轻的一位直立总督 可以说是少壮派后起之秀 是吧 比他年轻的只有袁世凯 袁世凯是42岁 那5号呢 咱们就去袁世凯的故居和意大利风情街 那民国一共有五位总统 袁世凯 黎元洪 冯国张 徐世昌和曹昆这五位总统 那在这个袁世凯故居 在意大利风情街 咱们能看到袁世凯 冯国张 曹昆这三位总统的故居 另外还有梁启朝 宫心战的这些其他民国名人的故居 那我们在意大利风情街呢 回首北洋时代 咱就感受那个时代 这是一个和中国历史啊 就完全不一样 从政体啊 从思想啊 都完全不一样 那样一个时代 它的一个独特风格 是吧 那么就话不多说 欢迎您报名咱们十一届 好吧 言归正传啊 最近呢 是新一届的香港小姐完成评选 不过就关注度来说 已经无人问津了 这差不多是最近十几年来吧 大众对于香港小姐都是这样的态度 就是关注这项赛事的什么草点 丑闻 比关注它本身还要多 香港小姐和内地的春节晚会 这现在有点相似之处了 是吧 过去那可都是娱乐盛会啊 然后现在呢 更像是一群人就是关起门来自嗨 这么一玩意儿 那从发展到没落 香港小姐到底经历了什么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 香港小姐的起源要从二战后说起 那二战中香港曾经被日本占领 战后呢 又归还给英国 那经年累月的战乱 让香港一片萧条 今年累月 百叶凋零 那此时呢 他们就需要用娱乐去消费 来抹平战争带来的阴影 那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啊 男人就是消费的主力军 什么能激起男人的消费心理呢 香港一家夜总会的老板 也是一个黑帮大佬 理财法 这男人最懂男人啊 1946年 他就在自家的泳池花园里 搞了一个泳装选秀 参选规则非常简单 年龄16到60 只要能找到一件泳衣穿上就行 不懂游泳 无所谓 毕竟这就是走到跳台上 亮相一眼 那在那个姑娘露小腿 都觉得有伤风化的年代 能光明正大的看泳装 这从未有过的好事啊 所以这第一届的港姐选美 盛况空前 原来只能容纳1700个观众的会上 击集了2000多人 那么多人为了看美少女 顶着太阳光 晒了三个小时 参加评选的这些女孩呢 也都是些咱们今天眼里啊 上不了台面的职业 比如说舞女 是吧 甚至还有那种风月扶平之人 那台下那二十多个评委 全是青一色的大老爷们 露着那色眯眯的表情 那金丝眼镜 是吧 然后就秃头卸顶 你咋看就不像选美 这就像是那商务宴请 找陪酒的 除了这个整个过程充满油腻之外 另外还有不少黑幕 比如说第三届的港姐冠军 她是理财法的干闺女 此时呢 人们意识到 要想把这项活动继续下去 那就必须正规化不可 首先要改革的是评委团 就那种全是什么白衬衫 然后打领带 黑袭裤 肩腿猴腮 猥琐 中老年 谢顶油腻男 这个不行 换成这个社会上名望地位都比较高的女性 你要再整那些油腻男的话 那你就想那选举能变成什么样吧 这举着眼睛说 哎呦 我看不清 姑娘 你腿毛点重啊 走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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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对对 近点 哎 看不清呢 啊 不重啊 我眼睛花了 全是冲这个去的 就没有说真正的为了美而去的 你都是那种小摸一把的那种心理变态 那现在换了 都换成女性 比如说香港这个赴安查史司的夫人 比如说法国驻港总领事的夫人 选手的年龄呢 也要在18到28 而且必须你得有良好的品德 有优美的身材 有健康的体魄 最后选出来的冠军也让人眼前一亮 她叫弹朱迪 她是著名导演弹杜宇的女儿 典型的 新二代 富二代 那从此以后 就原来那些 酒吧洗衣中心特种服务工作人员 就逐渐淡出了舞台 取而代之呢 是良家妇女 甚至是大家闺秀 不过呀 你再怎么良家妇女 此时这港姐评选呢 只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娱乐 想要做大 就需要一些 更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来进行背书 1959年 邵氏影城的大老板邵逸夫 受邀做评委 在评选现场就萌生了 把港姐打造成香港形象的念头 从59年开始 她宣布 每年港姐前三名可以直接和邵氏影城的公司签约 到1973年 已经是TVB大股东的邵逸夫 干脆就运作 让TVB拥有港姐评选的资格 香港小姐的竞选也因此得到了很多赞助商的支持 比赛规模更大 也成为了固定时间 固定举办方的选美活动 自此 香港小姐终于从野路子变成了正规军 在70年代 也正是电视兴起娱乐的年代 相比于下班之后 看报纸 听收音机 这看电视 那比前两个简直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所以电视呢 当时这个价格可不便宜 内地随随便便 一台小电视 那就是一大家子的一年的开销 而香港在这段时间里 它是经历了经济大繁荣 也是就在1973年 为了刺激经济 香港政府宣布解除外汇管制 并且在此后五年的时间里 先后推出了其他刺激经济的举措 包括黄金进出口自由 放开外国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的条件 开放银行牌照这些举措 在70年代末 80年代初 彻底实现了资本进出自由 香港的GDP从人均1970年的不到1000美元 一下增加到1983年的5600美元 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由港 位列亚洲四小龙之一 而且啊 就是香港这个GDP啊 它厉害了 它腾飞了 这不是跟市民切割的啊 不是说你GDP增长了跟我一个月3000有关系吗 你GDP从一个月什么1000美元 涨到5600美元 那我工资呢 原来是3000 我现在还是3000 然后我就感受到物价涨了 别的什么好处我都没捞着 不是这样的 香港它那个增长它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它和民众是水乳交融的 民众是确实感受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是吧 商品多了 然后一些比较贵重啊 一些比较有技术的那种高技术的那些商品呢 它的价格是降低了 因为市场多了嘛 它的价格是降低了 然后香港市民自己他们的工资是上涨了 而且涨了很多 那这样一来呢 就是至少说这些人 他们买一台电视 问题就不大了 那到了80年代 内地改革开放 更多人家里有了电视机 而当时内地的娱乐环境 可谓是一片荒芜 所以TVB呢 也成了内地观众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在时代的契机之下 香港小姐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对于这些年轻姑娘来说呀 香港小姐这个名头可是相当大的诱惑 一旦选上了就能当演员 当上演员之后 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阶级跃升了 1977年港姐冠军朱玲玲 她就是在台上被那个豪门获家相冲 因为当时那个香港的豪门霍英东 他当时是那一届港姐的那个评委 就被霍英东相忠 然后嫁给了霍英东的儿子霍振婷 后来生下了霍启刚 这个也就是那个 今天那跳纸运动员郭金星的老公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影后张曼玉 他从小是担心家庭长大 受尽了别人的那种白眼 那种事态炎凉 后来呢 十几岁的时候在书店当店员 本来觉得自己人生也就如此了 是吧 然而1982年 他在香港度假的时候就被广告公司相忠 然后第二年拿下了港姐的亚军 同年是代表香港参加了世界小姐选美大赛 入选了前15名 由此开启了演艺生涯 不过这种阶级跃升啊 他更多的是留给那些美貌与智慧并存的人 因为毕竟是港姐评选嘛 美貌都是势均力敌啊 所以智慧呢就成了 拉开他们差距的加分项 像1986年 1986年的那李美山 他来自于纽约大学物理系 1991年郭爱明 他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机械工程系硕士 这是学历最高的 那进入到21世纪之后 学历高的港姐就越来越多 像什么剑桥大学这种世界名校的 也有也有参选者 那除了高学历 他们的智慧呢 还有体现在临场发挥的能力上 比如说82年 82年港姐的决赛 那选手这梁玉蕊 他就被问说 如果要是能选一个历史人物 当男朋友的话 你选择谁 他就回答我选希特勒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用我的才能 让他说服他 不要让他去侵略别的国家 这格调上来了吧 这太博爱了 太崇高了 所以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这些评选当中 他也是暴冷 一开始不被看好 最后是暴冷 一路过关斩将 拿下了最后的冠军 那如果是场上 你发挥失常的话 那你脸再漂亮 也加不了分 比如说像赵亚之 他就是因为回答问题 然后紧张 紧张到结巴 最后他只拿到了第四位 那这个水满则溢 月圆则缺 香港小姐的辉煌呢 持续了将近30年 进入21世纪之后啊 走上了下坡路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香港经济下滑 娱乐行业呢 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再加上好莱坞的电影全面进入 就是内地的各大卫视 他的娱乐节目不断增多 那香港电影呢 就失去了最大的市场 没有市场就没有收入啊 往往这个经常是那种 过去的港姐 旧港姐还没站稳脚跟呢 然后这新港姐呢 就进来了 那那些片约呀 更不能给他们了 对吧 那旧港姐还没轮到呢 你这新来的怎么轮到你呢 所以原来的那种上升通道呢 变得越来越窄 TVB电视剧几乎成为了 他们的唯一的出路 而且这出路还不一定是主角 而TVB的工资啊 给的实在是太低了 虽然是有些港姐他能加入豪门 但是这毕竟是少数 港姐想要用TVB的工资来养活自己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而这些演员在那些富豪里边呢 眼里他又不入流 所以很多港姐后来呀 都选择转行啊 比如说这个94年 94年那个港姐梁小环 他在那个古货仔里边 演大飞他妹妹那位啊 他后来就下海卖鱼蛋啊 然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还说 说我现在卖鱼蛋 一个月收入能达到三四万 然后这是当演员的两倍啊 有这些前辈的例子在 那新一代的女孩啊 就你就琢磨了 与其说遭了一份罪 还不如考大学来的实在一些 如此一来就让一些优秀的啊 那种天然美女就走上了另一条路 没资金 没市场 还没人报名 这香港小姐自然是就走向了衰落 现在民众看港姐更多的是 看吐槽 看丑闻 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关心 这个赛事的本身了 香港小姐从万人空巷到门客罗雀 的确是让人感觉到唏嘘 但是这个过程呢 是每一项事物的必然经历 没有什么东西能永远的光鲜亮丽 能永远的崇高 能永远的挂在那个最闪耀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永远处在王座之上 无法撼动 香港小姐作为一个 没有任何官方背书的娱乐活动项目 能存在七十多年 其中风靡三十年 这个成绩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那好了 关于香港小姐的历史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